我是猫猫虫 很高兴又跟大家拍个视频 让我们共同学习 共同进步 首先很感谢网友对我的关注 我们今天啊 要教这个学员 拆一下这个滚通洗衣机 群拆 然后我们等一下 拍个视频给大家看一下 现在我们的师傅教大家 群拆这个滚通洗衣机 群拆啊 先把上盖给拆开 上面这个 这里是卡托尾 这个 这个 这个快的发电糖 先这个先拆上面 看一下这个滚通的洗衣机 上面是配重块啊 先把前面上面和前面拆的 这里 拆开 这个的话你不拿出来啦 对那你刚才说的怎么拿 这个我说的那个器 这个 刚刚有放菜的 要加一下 加这个子 现在我们拆前面这块面板 上面有两个螺丝 下面有三个螺丝 螺丝拆开了之后 它这一款滚筒的要稍微往上提一下 现在我们把滚筒的配重块给拆了 现在是在拆下面的配重块 现在配重块已经拆了 我们把这个该拔的线给打掉 如果说有的小伙伴不记得 就先照个相片 先照个相片再把这个线给拔掉 包括下面的这些线 如果说不记得就拍个照片 拍个照片 拍个照片然后再拔掉 现在正在教大家 全拆的时候如何更换这个皮圈 然后现在我们把这个洗衣机后盖 后盖拆了 把这个皮圈 皮圈拆了 把这个三角架拟下来 我们现在已经把杏都给拔掉了 拔掉了之后 再把这个紧针器这块 紧针器这块把它拆开 把这个吊钩给它拆开 现在现在正在拆那个紧针器 把这个固胶地给垂下去 现在这个内桶已经拿出来了 注意一下线路 拆出来了之后 拆掉了 这个后面 后面这个 这个也要拆掉 三角架 因为你要拿这个桶 拿这个桶一桶 这个三角架不需要拆 跟这个上面拆不需要拆 现在这个滚筒拆出来了之后 拆出来了之后 我们要把这个外壳的螺丝 这些螺丝都要给拧开 拧开 那个滚筒上面的外壳的螺丝 是10号的 给它拧开就行了 现在已经拆开了 拆开了 然后看到我们的这个内桶的 它的内桶的 好 好 现在看到我们的内桶 内桶拿出来了 其实我们又洗了个链 看一下 这是它们刷 为什么刷 刷在这里的45度 是接进来 这应该在里 好吧 现在我们的滚筒一群拆开了 等一下 各位 各位同事你们自己拆一下 谢谢大家